是总统马英九 这回回了15年中华民国驻外使节会议呢 今天早上登场了 为什么会这个哽咽呢 我们要请记者朱涵瑜来告诉我们 回了15年中华民国驻外使节会议呢 今天上午正式登场 那么现在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呢 包括了总共有81国的代表和大使 都纷纷回到台湾参加这一次的会议 那么包括了行政院长吴敦义 还有总统马英九也都特地出席现身 而就在刚刚总统上台致辞的时候呢 有特别提到说在过去100年以来 台湾在外交上面面临到的一些困境 以及在民国32年1月11号 罗斯福总统呢取消在华的一些特权 以及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呢 总统是一度哽咽难言 我们看一下这段画面 这是罗斯福讲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感觉到 中国在中国战场上能够稳住情势 而且使得日军受到极大的牵制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他才愿意去说服英国 一起放弃在华特权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读到一个保险的法的案例 是他的出审是在US Court in China 美国在华法院 看到这样的情况啊 真的是百感交集 所以1月11号 这个就是68年前 那个1943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好的 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呢 总统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 是眼眶泛红 那么甚至情绪上有一度哽咽 几乎快要难以说下去 赶紧收拾一下情绪呢 才有办法继续进行这个致辞哦 那么其实在总统支持上面呢 他除了提醒81国的代表和大使 继续活路外交之外呢 也特别要求外交部 在这次的大使会议当中呢 要带大家去中南部看看 在过去两年当中呢 中南部莫拉克风在之后的重建工作 也希望大家带着相机和录影机 把这些画面的全部拍摄下来 做好功课 把台湾的经验带到国外 以上就现场最新状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看到马总统谈到外交混件 今天早上一度的激动哽咽